有95%起到最大效益的時候,小於5%的人已經死了,你們說這個藥還安全嗎? 不安全了,是吧? 那麼這種情況的話,為了彌補這個區別,我們已經弄了一個概念叫什麼樣子? 就是用這個ED95或者ED99和LD5或LD1的距離來表示這50%安全 治療的安全範圍 那麼所以說呢,我們說治療組織越大越安全,一般來說是使用的,但是那不是酒費 那麼另外呢,有一些藥物 那麼,比如說我們這個清雷素,大家可能有跟他的老朋友來講 那麼清雷素我們都知道,它是高效益塑造 那麼甚至是律服的運動,那我們就說這個叫絕對安全嗎? 那麼我們前面學到,清雷素會引起一個很嚴重的不了解 我們就說這個,我們就說這個清雷素,它雖然說的是高效益塑造 對,我們就說這個,我們就說這個,但是呢,也不是說絕對安全 那麼,它也不是說很嚴重的不了解 就是我們就說這個,清雷素呢,它雖然說呢,是高效益塑造 那麼,所以說呢,我們平價有個化療藥是否安全呢? 那麼,可能單純又是要去注射的 那麼,有好多人呢,在研究究竟如何平價有個化療的藥 那麼,比如說這個藥物60%,就是說它這個BD50已經達到60%的人 那麼這個劑量都已經有效了 那麼,但是呢,如果同時有10%的人,有很嚴重的不良反應 那麼,這個藥物是沒有出現的,也是沒有出現的 那麼,所以說,這是我從一篇文章裡的一篇文章 那麼,這個文章,就總結了各種如何平價治療品的化療藥物 這個世保安全的指標,比如說它已經入住了 那麼,這個藥物更延長生命率的劑量 那麼,30%能延長5-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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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那麼,用這個名字來評價得分 那麼,當然了,它呢,我們也不能說某些不對 那麼,但是呢,就是說,這個藥物共同的研究 就是說,如何更好的,更安全的來評價一個化療藥物 那麼,第三個概念呢,就是抗菌骨 我們經過講每個藥的時候,都要說,這個藥抗菌骨是什麼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那麼,抗菌骨呢,如果很簡單的說的話 就是廣虎的抗菌藥,或者說抗菌鎖 那麼,載虎的抗菌藥,它才能說出來 那麼,廣虎和載虎 那麼,大家覺得它定義是什麼呢? 那麼,前面我們講的,這個細菌鎖 但是,葛蘭式陽性都可以進進去 大家進入呢,之後它又會有藥抗菌藥 這個我們需要記 因為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就不知道誰會換你的血藥 那麼,你雖然知道它果肺感染 但是,你選什麼藥呢? 那麼,抗菌藥,一些像萬種,你選哪個呢? 所以說呢,一定要根據藥抗菌 它民主來選 那麼,它是什麼樣的細菌白染 我們給它對陰 我們這才是對陰治療 我們前面學的好多藥都是對陰治療 那麼,從今天我們學的藥 真是對陰治療 那麼,王虎的意思是什麼呢? 簡單的話,就是 既殺滅,本來是陽性菌 也殺滅,本來是陰性菌 這樣的藥 我們把它叫做王虎的抗菌藥 或者是抗菌藥 那麼,還有一些藥呢 它甚至對我們剛才講的 歸免菌藥 比如說,吃鹽底 預言底 一顆字底 也有效 那麼,還有呢 我們再特殊一點的 就是說,變響菌的有效 所以說,我們在學裡面說 我有大類 那麼,大家首先要知道 它是王虎的藥抗菌 那麼,王虎 它是偏重於藥性菌呢? 還是偏重於藥性菌呢? 還是偏重於藥性菌呢? 那麼,是有同樣的 殺菌效果呢? 也就是說 對藥性和藥性 沒有什麼選擇的性化 那麼,還是只對藥性有效 比如,天然氫雷素 主要是對藥性有效 那麼,另外,它對電氧菌的藥效 對醉電氫菌有效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那麼,這句說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菲諾菌類 那麼,我們指的是第三代以上的 包括第四代 那麼,菲諾菌類 也叫菲菲諾菌類 那麼,它才是王虎的 如果是第一代和第二代 就很王虎的 那麼,還有呢 就是四款菌類 這些是王虎的 那當然,這兩代主要不一樣 那麼,現在你們只要用的 還有,像新型的一些大法內製 比如,像阿晶雷素啊,等等 那麼,還有呢 就是同胶菌素類 那咱們是過去 經常說的 在這個程中 發展沒有這麼快的 最好的藥 前方幾號啊 前方四、前方二 這次 也是王虎的 它是王虎的 那麼,還有呢 就是菲諾菌 它只對某一種 或者某類的性能效 比如說 就對葛蘭式良性能的敏感 或者只對呢 本來是音性的敏感 那麼,就是菲諾菌 比如說 我剛才我們說的 天然性內素性 那麼,它主要是首選 是葛蘭式良性性的引起的感染 那麼,一眼睛呢 它就更作髒了 那麼,它主要對 只對結合感的有效 那麼,抗結合呢 我們也要講 那麼,有一些呢 是只對結合感的有效 那麼,有一些呢 它也就是一個糖素 比如說,利菲菌 咱們大家可能接觸過 利菲菌也要損失吧 那麼,它是一個抗結合的藥 但是呢 它對其它的性質 也有傷害的原因 最終呢 它也是一個抗結合的藥 那麼,它不僅是抗結合的藥 那麼,第四個呢 就是地底藥和紗水藥 我想這一個大家請清楚了 那麼,地底藥呢 就是地底藥呢 就是一億之間的 源溫生物的藍植 都會被它殺死的藩藩 那麼,殺藥藥就是 不僅地底的生產藍藥 而且能把它殺地 我們說,這細菌呢 膨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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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胀 还有MIC和MT系统,我先放一报告,1.2.1 就是抗体扩效率 这个是进行演化,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概念 在文书上讲过,没有抗体扩效率 这个是什么概念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年研究它呢?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处理这条方案 那么它指什么呢? 是指这个细菌和抗生素在接触以后 那么当这个小凝度已经低于这个MIC和最小的抑菌酪素 或者是最低的杀菌酥素MT系 那么这个时候它还残存着这种对信心的生长,蓝植的这种意志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抗菌酥酥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抗生素的发展现在很快,要理很多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呢,我们国家呢,抗生素被回避为处防药 我过去它不是处防药 那我们随便感冒了我们想吃的现状 觉得我们一天都疼了,那我去药店就能买到现状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已经不可以 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滥用呢? 也就是说,那么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一个患者呢,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我们经过它再一个感染性器用以后,说它用药很有效 那么从大的方面说呢,就希望我们全体中国人都成为耐药的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呢,由于滥用呢,耐药的情况,越来越有越多 那么这个抗菌酥酥效应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给患者治疗合理的提高方案 那么一般来说呢,到医院的情况,一般呢,应该是开三天一辈子养药 那么如果三天还没有效,往往就需要换药 当然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用性性培养药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能没做这个性培养药,就给换药药了 当然可能就用这个防护的,要强的,它就用作用了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要三天 应该呢,如果规律了全程的医药,应该达到很好的疗效 那么三天以后呢,我们都应该又期再决定 是否会进行用,还是换药等等 那么这个抗菌酥效应呢,就可以帮助我们 给患者制定一个很合理的提高方案 那么可以检化治疗 那么同时呢,可以降低这个药物允计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那么也可以保持呢,这个细菌对患药素的一个敏感性 也就是说,耐药性呢,最少的产生或者是最慢的产生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么另外呢,我们根据那个后效应 它还有一个意见和发生的作用 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就不给他人知道 那么这个,从这条经济学的角度呢 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那么总之呢,它是帮助我们给患者制定一个最合理的提高方案 那我们经过要学的抗生素 都从哪些角度来抑制或者商业系统呢 我们进展组了 就是把我们经过要学的抗生素的作用机制 进展组和运纳 那么,帮助大家学习 那么,抗生素呢,也有两种分配方法 一种是整体它的作用机制 还有一种呢,根据化学结构 那么,这种呢,希望大家呢,提出我 那么,一顿呢,就是干扰这个细菌的细胞病 那么,还有呢,就是损伤细菌的细胞病 那么,细菌呢,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微生物结构 那么,它是一个单细胞 那么,它和我们人的细胞呢,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它在细胞病的外面有细胞病 那么,这不是我们人没有的 那么,这种,这种简单的结构 通过这个细胞病的这个结构呢 就是这个,它这个结构比较稳定 那么,一些运线的物质清楚 细胞因量,还有像营养的物质啊,蛋白质啊等等 那么,都容纳这个简单的结构 那么,防止它破裂细胞 所以,也就是说,保持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样一个重要功能 那么,许多的抗充素呢 通过干扰这个细胞病的合成 或者是影响损伤的细胞膜 使它那个结构出的缺损 那么,水分呢,会进来 那么,如果营养物质和伴侣 能保持这个群体呢,就特别死亡 这是它最后的精致啊,很重要的物质 比如说像青梅醋,黄包卷醋 就是抑制西方骨病的成果 那么,还有一些柔其抗真菌的料啊 是损伤这个西方骨病的 所以,它西方骨病的 那么,还有一大些料啊 是抑制这个蛋白质的 像四环醋啊,玉米醋啊,等等啊 还有大环内脂类,阿青梅醋等等 都是抑制核酸的 那么,还有一些药呢 是抑制核酸的 抗结果的料啊,等等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 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来提高我们基地的抗病 防御功能啊 那么,从而呢,对这个 感染性疾病呢,我们一定的控制 这样的作用 那么,这个模式呢 是把建西方C制的 要有指标准的 这个模式也是啊 那么,主要分一些类 那么,都一直蛋白质的 一直有这个影响细胞的 还有,它一直有这个方向啊 影响DNA的,影响细胞壁的 什么的啊 所以,大家看,要从这几个 类别上来讲 我们经过要学到 这种类别的药呢 通常有一个概念 另外呢,心脏代表呢 每一类能取出一到两个代表的药啊 就知道了 那,这一药是通过这个精致来取消的 那么,下面呢,很简单的 我们说一下啊 第一类呢,就是抑制 性菌的细胞壁的合成 那么,使这个维持性菌正常形态的 作用的消失了 性菌呢,就是成长变积的策略 最后的次元的细胞 那么,细胞壁的成分一条 是细胞壁的母态的成分 那么,细胞呢,是这两个类的细胞 那,是带一些黄糖胺 还有,带一些黄病酸 那,细胞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物质呢 这要求大家 大家主要记住了 这些药呢,主要是抑制 细胞壁的母态的效果 那,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那么,使细胞壁有缺损 性菌呢,就膨胀,破裂,变形了 最后行啊 那么,我们经过要学的好多药 都是这种精致 那么,它可能具体影响 或者物质不太一样 或者每细胞壁的样子都不一样 但是呢,其个结果 最后呢,使得细胞壁的缺损 那么,为什么像氢微素呢 我们说了天然氢微素 主要对葛莱士阳性菌不理大 而对葛莱士阴性菌不理大 那么,主要是 葛莱士阳性菌和氢性菌 它这个细胞壁的成分 有一点差距 那么,再来是阳性菌 它这个细胞壁中呢 这个粘态占的比较大 所以说呢 那么,通过地球粘态的过程 对这个,本来是阳性菌的影响 是比较明显的 而果然是阴性菌呢 它这个粘态成分超市啊 另外呢,它卖牛的这个成分中呢 它有一些脂多糖和瓶脂啊 等会有的成分 那么它可以主要 提到天然氢微素呢 第二个是阳性菌敏感的药 透过啊 所以说呢 就是阴性菌的这个护明感 那么当然,现在呢 我们已经通过改透 我们有一些 本来是阳性菌的 对半所属的氢微素 或者是头膀菌素类 是敏感的啊 第三代以后不是网络的 那是敏感的 但是从天然的氢微素 或者说头两代的头膀菌素来说 它主要对果然是阳性菌的 对果然是阴性菌的 是它敏感的 那么主要是这个粘态成分 就它一样 哦,好像一样 它本来是阴性菌的 细胞的细胞的 这个粘态成分的 比较少 那么第二个冲动精致呢 就是损伤这个细胞膜 那么损伤细胞膜和 损伤细胞壁的结果 这次啊 也是是它的结扣也缺损了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后呢 不是重点的 就是脱态的这个氢瘦 那么它呢 通过细胞膜上凝制绝合 那么使用细胞膜受损伤 那么还有呢 就是治疗这个 就是脊菌感染的这两个药 那么别进行的 那么第三大类比呢 就是地质蛋白成分 那么我们今后要讲解 那药的东西这个形式 地质蛋白成分 那么只不过呢 它结合了两个一种 稍微有不同 比如说 我们今后要讲的这个 粒米醋 零可米醋 大黄内体类 都是适合50安性的结果 这个氨基糖肝类 就是我们知道了 叶米醋 清淡米醋 卡纳米醋 可洞米醋 可洞米醋等啊 我们它这个氨基糖肝类 还有呢 现在用的不是很多的 特殊感染的时候 没有 四管器类 包括Centia 和Centia 那不管它分别 这两个氨基糖 大家一定到精神了 那么这些抗抗素 都是抑制性菌蛋白质的合成 那蛋白质不能合成 那么这个性菌呢 它生长繁殖 就终止 然后它最后就死亡 那么还有呢 抑制核酸的合成 那么其中呢 这就是这个腐脑类 我们今天呢 注给了腐脑类 那么它是通过 一直积累的绿纤维 那么还有 那就是后呢 它也是一个抗制核酸 那我们来讲 那么它是 一直这个MRI的转捞 那么 最后呢 都是影响了 硝酸的合成 这个就是重点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影响这个 细菌的硝酸 那么最后呢 起到 一定受杀菌的 这样的作为 第五个就是增强多质细胞的功能 外脚的东西和包裹紧缺乏 可以促进中性的细胞的区化、温水和杀菌这样的功能 这些就是我们积莫要求的特征性 主要的这种机制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 这种方法 每一位他家民地套主义 不至少一个人代表标 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化学结果 来把他们进行设备 这个就必要和大家像刚才讲的一种表 比如说有原理纤维 代表的就是筋肌素和头包酒素类 还有四款素类 代表的是四款素 还有氨基唐干类 它代表的就是电子素、清纳瓏、鲁铭素等 还有大红内脂的就是鲁铭素、鲁铭素 新型的就是阿琪女士的文化 還有一些其他的 還有免疫錯誤的一些其他的文化 總之我們跟大家說的 在化學道中要學習 藥物和基底還有治病衛生物三個之間的關係 我們過去往往有一點比較耐受 現在我們考慮病原微生物 當它的藥物反復接觸以後 它對藥物反應性能下降 甚至反菌消失 使治療作用降低或者輸效 這種只是細菌的耐藥性 具體可能是固有的 每個第一次接觸它就有耐藥性 還有的是反復接觸以後 或者是產生了原來藥性 那麼為什麼它產生那藥 給大家推拿的就是這個藥物 結果不管問哪個藥 它為什麼產生了原來藥性 它只能是這幾道中的一個或兩 或者三個 用不可能跑到這個 所以說希望大家了解 如果一個就是產生滅光煤 那麼大家有說的 金竹菌呢為什麼能力藥呢 它產生肥溫鮮呢 直接把這個肥溫鮮耳環打成 這種藥物製造 那麼另外呢就是這個 細胞這個外層呢 對於藥物的公眾性不下降 它不容易進去 那麼還有呢就是結合的 這個法律蛋白呢 發生的變重 因為它是蛋白質 那麼在付金竹以後呢 它可以做基因的變化 那麼可以改革化 那麼就不容易進去 不容易進去掉不進去 那麼另外呢就是 代謝肥溫鮮法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經過了這個黃岸衛 那麼正常呢 黃岸衛生肥溫鮮呢 是因為它抑制了細菌這個 液酸的合成 那麼它呢 作為這個標語和密定的肌肉 那麼就不能合成這個原因 就接受了 這個細菌就死亡了 那麼但是呢 正常情況下 這個細菌自己不能合成略生 它也不能這個 利用數據的結算 那麼如果長期耐藥以後呢 那麼它就可以利用 我們的數據的結算 另外呢 它改變在這些 合成大量的 合藥物是競爭的 這樣的結構 那麼具有多種結算 所以說呢 它改變了耐性的結構 另外呢 在腫瘤細胞和細菌 都發現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耐藥結構 就是它有一個大量 那麼這個擴張可能 黑客也見了 它把調度更準確 從已經進到 我們的氣候和群體裡的調度 它把它裁成 就是中產的功能 所以說呢 為什麼代表 主要有這個機制 那麼第一問呢 就是一個具體說 就是產生變化煤 那麼剛才我們說了 它會變化煤的那些微微 會產生 精通微動 會產生的那些微 那麼安靜糖段類 會產生一個鈍化 像這樣子 滅了一顆的效果 所以說它產生了藥物 那麼改變把彈板 一個表現呢 就是把彈板板 有藥物的輕和力產生 就讓它們變化 那麼另外呢 就是說它完全變化了 它會更 那麼數量 它會變化 並不產生的藥物 那麼還有呢 它是主動冠牌 那麼這種冠牌 大家就以為它是 非特異性的 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藥物 那麼 就是說 我們給一個患者 這種細菌感染 用了 為了這些 通的一個 比如說先通四 那麼為什麼 對其他的 也單藥 我們再換其他的效果 效果不好 換其他的 從內做的其他藥 也單藥的原因 那麼 那麼因為它是非特異性的 所以說 如果對其中的某特異藥 可能對這一大類別的 其他的藥 不用再試 的話 都會放出去 那麼甚至呢 對一些類似的一些藥物 然後 作用西這類似的 一些藥物 這些藥物 可以形成多層的藥 多層的藥 那麼 那麼這種呢 就是把它當外排 那麼主要 容易產生的就是 文藝鮮肥 就是青霉素 頭頭體素味 還有就是 大黃麗菊類的 那些霉素啊 綿梅素 還有四塊素味 都容易被放出去 那麼還有 抗種的藥 就在這裏講 所以說 也是容易被放出去 那麼 那麼 代謝的 不徑的改變 就舉一個例子 就是 金木菌 它 對黃岸產生的藥 就是 合成的 需要合成液酸的這個體物 CNBA 綠藍基 鈴甲酸 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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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酸 可以競爭 合成更多的液酸 對外的 可以直接利用外面的液酸 那正常的國家 還是更能利用速度的 液酸 然後 讓它改變了這些東西 它可以利用我們肌皮內的液酸 那麼最近呢 就是 就鬧得比較兇了 這一個 歐洲的一些 最主要是大腸感情的男人 大家可能也有所了解 不過現在應該就找到 園酸了 是這個 羊羊 菜 豆芽 那不是 黃岸 那麼 為什麼說 這個 大腸感情的男人 為什麼它容易耐掉呢 為什麼它容易耐掉呢 那麼它就是呢 因為呢 這個 中國的學家 德國 給人家 去撤去 然後發現呢 這種 大腸感情的 80%的資金 來自這個學 僅僅是公104的 這個大腸感情的 大腸感情 另外的 80%的 來自呢 是另外一個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複合體 那麼 今天發生了變化 所以說呢 它對我們通常 對大腸感 比較敏感 就是要的 它不敏感 它不敏感 所以說呢 出現了這個 疫情 那麼所以說呢 我們要想避免這個 細菌耐藥性的產生呢 一定要去健康 就隔離去 可能是 那麼一定要補充的 進量的標準 那麼這個我們今後 也會給大家介紹 也就是說 第一次這個細菌出製 第一次我們這個 細菌接觸藥物 這個劑量 那麼另外 給掉時間等等 那麼是很重要 因為呢 我們知道 多數的耐藥性 是反覆接觸以後 產生的 如果呢 你總是給很小的刺激 那麼 未達到治療效果 反而呢 只耐上性產成長 所以說呢 一定要足夠的劑量和調整 那麼比如說 抗抗藥 抗結核藥 那麼現在呢 即使後日以後呢 要維持治療 那麼一般要半年到一年半 然後 那麼這可能需要長大的堅持 那麼 也就是說 絕對默契的症狀 但是呢 一定要是一個 合理 就是 依律全力的 不然的話 它會不會發 另外呢 必要的時候 如果有計劃 你能換肌肉 那麼我們要換藥 怎麼換什麼樣子呢 那麼當然還有 我們開發新的肌肉 但是又可以換肌肉 哪個藥要上身子的事情 發肌肉 就是 有需要時間 所以你們還能接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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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